馬祖師輩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講馬祖信徒的修行 首先我們要提到為什麼要修行 馬祖信徒為什麼要修行 一般人宗教的修行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對修行的期望是什麼呢 我想馬祖的教義給我們YDM曾經有一段時間 一直在強調生死心切 也就是說人有生就有死 那生死心切也就是說 當我們發現旁邊跟我們相處的人 天天在我身邊 在我們的身邊 突然間不見了 發生意外走 一個青梅竹馬的同學生個重病不到一個月就走了 突然間感受非常非常的深 在我們宗教的修行當中 我們常看佛教 佛教的釋迦牟尼弘 在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是王子 出了城門 在城門看到百姓生老病死 有人很苦 病苦 有人沒有飯吃當乞丐 一生沒有衣服穿 會生病 長容 但發現人生都擺開不了生老病死 他突然間生死心切 看到人家死了 聽到某個人走了 我們開始心裡會恐慌 驚慌 因為我們不知道 明天我們室友還可以在人世間 因為世間無常 所以因為的無常 有人生了大病 吃了意外 才警戒要修行 那修行是什麼呢 我們對修行的期望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說穿的是在了生死 所謂了生死 就是人生生死死 生死死生 不斷地在什麼呀 輪迴 在輪迴 什麼時候才跟你把它終了 不生不滅 也就是不生不死 也就是不生不死 心經所講的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 不勾不盡 這樣的人生 就是在追求一種了生死 那並不是在講我們的肉體 我們肉體層次敗壞 一定有生滅 可是它講的是什麼 就開始講我們的靈體 也就是我們的靈性的本性 我們呢 藉由我們的真 就是我們的靈性的追求 開始明心見性了解不止的本性 住性 這個靈性 這個靈體 的修詞 往死瓦這一種的宿勝道來修 達到不生不滅 如果我們的真 這個靈體 靈性本性 能達到那個境界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了生死 所以我們借假修真 借這個肉體 來修這個軟體 這是我們本身應該對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目的 也是宗教修行的目的 我們對修行的期望 就是借這個有限的時間的肉體 來修我們的靈體 我們的靈性 也就是我們的法性 也就是我們講的實法界 能一切一切的修喪氣 來聊這個什麼 生死 不再輪迴 所以 今天我們來講 馬祖信徒的修行 也就是在 如何追求不生蒙昧 利用我們這個假的肉體 六意識 來修我們的第七第八意識 我們的靈性靈體的提升 達到 世聖道 在馬祖有一段時間 給YDM的教育 這一張 靈魂的輪迴的系統的解說中 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人生就是一段 修行學習的底圖 我們畢竟在這邊學修行 跟著馬祖來修行 由馬祖來主導我們 直接修行上 宿聖道 如果不是 我們還是會到 N螺 朱金 被地域府去審判 然後不斷的什麼 輪迴 在六道中 不斷的輪迴 在六道中 不斷的輪迴 所以 我們 今天 開闢 馬祖信徒的修行 這個講述系列 就是要談如何 來跟馬祖接近 來親近馬祖 來認識馬祖 然後跟馬祖來學習 也學習馬祖 然後成為馬祖 像馬祖在四聖道 不生不滅 沒有生死 也是了生死 所以 我們顧問在這邊強調 我們的修行 就只要真的是在了生死 我們生活在不安定當中 人對大自然的不愛護 對眾生的不慈悲 也造就整個眾生 整個大自然的環撲 學死 天氣 的變化 都讓我們人類 遭受很大的威脅 我們的心裡都很不安 所以 即使我們人的本性喜爐哀樂 所遭遇到的喜爐哀樂 畢竟最後脫不了生死的恐慌 所以生死心切 我們看到有人的過世了 可能就會馬上威脅領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會很著急 在著急當中 唯一就是邁向修行之路 在宗教中尋找如何了生死 所以顧問的第一堂 要跟各位談的是 所有宗教的修行 主要的目的 所有人在修行的主要的期望 就是在了生死 那今天呢 我們要把了生死更具體一點 來談 來談 我們人呢 有所謂的三魂 三魂 小時候聽老人家講 人死的 我們的有一條魂 會跟著神主牌 給主先拜 那就是所謂的結魂 而有一條魂呢 會跟著大體到虎木 或是把火化掉 那是生魂 另外有一條呢 會到圓樓王那邊審判 輪迴 好人呢 上天堂壞人下地獄 我們小時候就聽到 那經過呢 我們的研究 對宗教的了解 我們慢慢更了解 這個靈魂 人呢 真正的真 切假修真 假的是那個肉體 肉體呢 是有生魂所控制所運作的 我們的大腦心智呢 是結魂所運作的 那我們有一個真 神的東西就是所謂靈性 本性的法界 就是靈魂有死法界 看你的靈革 那這個死法界呢 下面就是所謂的六道 從地獄呢 惡鬼 畜生 阿修羅人 神 就是六道 那我們人呢 在這個六道當中 是不斷地在輪迴 那上去所謂的四聖道 所以我們談到了生死呢 就是要脫離六道的輪迴 往上修道 恩賊 羅漢 菩薩 佛 說穿了 修行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法性 我們的靈性 本性的法界 修道 修道 四聖道 偷離六道 所以我們常常修道 修道 佛教在修 偷離道 菩提道 菩提道 往菩薩 捷悟的路走 那偷離道 就是偷離六道輪迴 其實就在修 了生死 那我們的靈性本性到 不爭不滅 不爭不減 不勾 不勾不盡 好 那所謂的我們人 就是說 釋迦摩尼佛 他有一天 捷悟了 人很辛苦 所謂的八苦 所以 釋迦摩尼佛 談到苦疾什麼 滅到 人雖然有喜樂哀樂 喜如哀樂 八義 有時候快樂什麼 人生有時候很快樂 可是都脫離不了這個八苦 脫離不了 那就是 傷老病死的四苦以外 有求不得 愛離別 恩正慧 五應勝 五應就是 色受想神事 你嫉妒人家 生氣 非常生氣 那也是苦 苦 所以 人都在苦懷當中 所以 我們的宗教 我們馬祖的宗教 上成阿彌陀佛 就是 接我們離開苦海到西方極樂世界 當人家在渡的時候 發現 人很難渡 因為人很多的苦 如果去幫他救苦 他才願意來修行到西方極樂世界 然後 然後 就化身 傳了觀世音的法門 當觀世音菩薩下來 聞聲就苦 聞聲就苦 當我們有苦的時候 我們就喊一聲 南無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我們馬祖信徒 常常會練 普門平 因為我們承細了觀音的法門 來救苦救難 聞聲救苦 所以我們的馬祖前面 為什麼是千里元四農俄 也是這個觀 一個是音 所以我們承細了觀音的法門 可是觀音在渡我們 跟著時代的進步 發現他救不了那麼多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法門 當受苦了 才在喊救命 已經來不及了 當我們生病了 那在喊救命 我們已經受損傷 身體已經被殘害了 被殘害了 恐怕很難護眼了 所以觀音的慈悲 就化身的馬祖下來 渡人來救我們 那馬祖的精神 就是所謂的媽媽的精神 因為每個眾生都有個媽媽 都有母親 那母親的愛是最爭執的愛 所以我們遇到事情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叫我的媽呀 雖然是一個笑話 事實上我們從我們的心塵 心的內層 深層裡面 都是依賴著母親 母親生我 育我 養我 就是教育著我們 所以育皇聖治療 那這也是馬祖的教育下來 這馬祖這個宗教信仰 都程序了觀音 程序了阿彌陀佛 來解誘我們的苦 那解誘的苦呢 我們如何去做 就是借甲修真 借這個肉體 借這個肉體 來修真 真我 也就是我們的靈 靈 我們的靈魂 靈體 靈性 本性 自性 都要提升 達到呢 脫離六道輪迴 達到所謂四正道 成佛 成菩薩 成羅漢 成延解 這就是所謂我們的修行的目的 鳥生死 也就是要脫離六道輪迴 所以我們今生有言來親近馬祖 來認識馬祖 來學習馬祖 最主要目的 來向馬祖學習 脫離六道 來到四正道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若死 突然首頂 遅延解 為創造 李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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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創造 落